我们去谈一些鬼话 有一些警工娱乐 有一些我身边的朋友 有一些真实的见闻 阴间十三殿 首先,黄泉路只是其中的第二站 先经过土地庙 土地庙是阳间看不到 阳间有阳界,阴间有阴法 普通人看不到 然后,其次就要顾一些什么 荆棘山,厄宝岭 这些都是他们幻化来的 对你这个 就是给你这个警示 我们知道这个 董行的人知道这个 尤其是黑衣狗啊 大公鸡啊 这些什么血啊,春阳之体 那叫春阳 然后迷魂店 你就得喝个老实交代水 这个 到这个之后 才是真正的鬼魂 在此之前呢 像烧的纸啊,牛马啊 那些是收不到的 这个到了头期 就是让你必须得回家 让你这个 这个,什么时候该干什么 人家,你不得不听话 也是很弱实的 到时候那个 就是,反正他们 有一些的那些刑法吧 这个这个,有的 不仅书上写的 还没有他们那个厉害 就是,就是为了让你彻底回过 让你重新做人 或者说重新做什么 然后,就是经过这个五殿审判 十殿 延王五殿为尊嘛 最起初延王是第一殿 后来 这个 就是因为同情人间嘛 同情这个这个 很多 再给他们机会 结果他们 到了一样的又又 两面三道 这个 就要受到惩罚牵连了 这个 所以说,哎 这人哪 善变的 不悔改的 就是不断的让你那个 据说这个 他后面呢 就是有这个什么 凉花台呀 就是地藏王菩萨 他不是阴间的主管 阴间是丰多大帝 他呢 十八层地域也不归他 第十八层是那个 黄飞虎主管的现在 他们也换班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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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神网看过吧 那个黄飞虎 嗯 然后现在十八还不够啊 还要单独再设地狱 现在人社会又变这么快 当然不光是人了 这个 嗯 专门一个地狱 那是地藏王菩萨 给修行人设定的 啊 知法犯法 这个 这个 当然他的威望都很大了 包括这个 这个 严陆啊 就算他不是老大 但是 就算他退休了 他他也 也 也得 有神望啊 啊 这个 这个 情离法嘛 都拥有 最后一战呢 就是这个 在此之前呢 还有那个 往相台啊 就是 关于菩萨 愿力所化 啊 跟你亲人 在最后的 就是说再看一眼 什么的 那种撕心裂肺啊 没有生死离别的人 看不到 反正阴间呢 都是 红河无天日啊 抬头没有这个 星辰地下 没有 尘土 黄沙 啊 这个 就是最后呢 就是孟婆 啊 其实 这个孟婆 这个水啊 它可能就是个水啊 不是汤 不是胡辣汤 什么嘎嘴汤 它这个是 啊 我们下一集 再讲一下 嗯 嗯 这个 它也不是一个 嗯 就是 可能也不是真正的老婆吧 但是还是比较漂亮的 那个 人过的时候啊 他必须得喝那个水 在这一路上非常渴 你不喝不行 你喝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啊 你看你有什么 有没有更厉害的办法 有牛头马面 家爷所爷 至于是 黑白无常 可能排在老七老八 你到那什么都不害怕了 并没有那么害怕张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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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